大學在外租屋 被華麗的裝潢還有水晶吊燈迷惑了雙眼 簽完約住進去才發現苦不堪言 夏天熱到汗流浹背 冬天冷到該三件免費了 不過現在有了YAMAZEN循環扇 各位再也不會像我一樣慘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張默 歡迎收看羅森資訊 現在進入我們開箱時間 簡單介紹產品外觀 這邊是我們機體本人 這邊是四種的特色介紹 還有搭配我們的冷氣暖氣 以及室內使用時的簡單說明 那現在我們就來開箱囉 有說明書 還有我們的循環扇 循環扇一體成型 不需要再組裝 就可以直接來使用囉 現在介紹循環扇按鈕 分別有兩個方向 這邊可以左右自動擺頭 另外一側則是固定風向 風力選擇有三個階段 分別是強 中 弱 三種可以選擇 如果想要循環扇可以左右自動擺頭 將按鈕轉向另外一側就可以囉 我們的左右擺頭是自動設計 上下可以手動無段式調整喔 而且移動的過程中不會有掂掂聲 即使放手了也不會有容易鬆脫的情形 向上角度最大到90度 即使在不同的房間格局 也能輕鬆達到循環空氣的效果喔 現在介紹前風扇網罩扇葉拆卸方法 首先準備一個十字的螺絲起子 將循環扇背後上下兩顆螺絲轉開 取下前風扇網罩 向右轉開葉扇鎖 取下葉扇 這樣就可以進行清潔工作囉 現在介紹循環扇清潔方式 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可以使用家裡的吸塵器 將擦拭不到的地方 把裡面的灰塵吸出 第二種是拿絲抹布沾絲擰乾 將我們的葉扇 還有我們的網罩 裡裡外外都擦拭乾淨 組裝回去就可以囉 現在介紹循環扇安裝方法 首先將葉扇開口平口處 對準馬達軸 放回去 再拿葉扇鎖 向左旋轉 轉緊 再將前風扇網罩 開口處向下 對準卡榫之後 安裝回去 再將背後兩顆螺絲鎖緊就可以囉 YAMA SENT循環扇最遠的送風距離 可以到35公尺遠 適用的頻數為12頻 搭配冷氣暖氣使用 都可以快速調節室內的溫度喔 最近沒雨季到來 曬在室內的衣服 總是有一股臭臭的陰乾味 搭配我們的循環扇 可以縮短自然風乾衣物的時間 也可以減少異味的產生喔 想要購買我們產品的朋友呢 可以到羅森的各櫃位 或羅森的官方網站查詢 想要知道更多商品資訊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資訊生活盡在羅森 我是主播張默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